大家好 我是星匯商部基金 創辦人李謹慶 很高興 今天和Andy Lee 大家都成立了 非常之好 就是Fusion Bank 富庸銀行 企業部總經理財盤 Corporate Banking 中小企借錢 大家都知道現在在水中 很難 Andy 不如和你介紹一下自己的資料 今天說些甚麼 中小企財盤做生意 大家好 我是Andy 富庸銀行 企業部的總經理 如果和疫情前比 大家有看新聞都知道 中小企財盤 難度的確是高了 超難 超難 但是都不是沒有出勞 很多銀行經過金管局的呼籲 都出來幫忙 包括政府擔保 放寬的措施 所以如果客戶肯和多些銀行朋友聊天 其實都會找到銀行幫忙 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我想用一些實質的例子 你不要介意我說 很多時和銀行聊天的時候 都是講完大論 都沒有一個實質的例子 現真還是不 說一下 逐間逐間舖正在做生意的時候 其實能借到錢 借到多少呢 怎樣借法呢 要不需要擔保呢 現在我們站在中環 特補道中的電車路 大家看到了 看著地標 中環街市 這間店舖 二號冰室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這間7500呎的店舖 最近租了55萬 叫租820萬 正式上租了55萬 就是差碼 但是租了55萬 一個7500呎的店舖 我知道Andy 你們有一個計劃 就是銀行可以借錢做生意 一個365計劃 沒錯 一年有365天 365計劃是甚麼來 大家可以解釋嗎 365是一個magic number 各自有不同的意思 3 即是說 間企業只要營運超過三年 就符合之下申請 6的意思就是只需要提供 6個月的銀行預結單 其他文件不需要 5的意思就是可以最多借500萬 500萬 好了 現在說用二號冰室做例子 二號冰室 剛剛開的在這裏 未做生意 現在全圍了 7500呎的地方就租了55萬 7500呎的地方 當每尺裝修1000元 要花750萬去裝修 750萬去裝修 我現在走來Fusion Bank Andy 這裡的時候 就跟你說 我想借錢 我二號冰室 借不借給我呢 我未做過 在這裏 借不可以借呢 首先 如果我們的貸款365 新舊客戶都可以申請 但是我們的評估角度 就不是在你花多少錢 或者你裝修費用多少 去決定借貸批行的銀碼 反而就是會參考客戶 他們的樓水 剛才我說過六計才是六計月結單 我們會參考客戶 過去企業的營運的樓水 收入有多少 去計算貸款批行的銀碼 明白 我可否再說多一點 我現在這間 總之二號冰室 香港很多人認識 我做了很多年 我香港不知道 當有16間分店 我現在開第17間分店 在這裏 我現在跟Andy說 我想借錢 裝修7500呎地方 裝修每隻1000元 裝修750萬 我問你借750萬 實先一 不行 因為上限是500萬 好記性 因為365上限500萬 你再問他拿 就是三年的營運紀錄 總之成立了三年 六個月的銀行 月結單 沒錯 我現在二號冰室 我在另一個地方 在佐頓 在油麻地 在灣仔 那些分店 變成我第二部分店 很明顯我做超過三年 沒錯 再給你六個月的月結單 在六個月結單 如何斷定借到幾次 沒錯 說起冰室 香港的確是雨後春信 開了很多 也成航成士 是一個挺成功的營業例子 用回剛才你說 如果開第十七間 做了十六間 第十七間本來剛開業 就營運不夠三年 但是他有之前的另外十六間 已經營運了超過三年 就是說 用回他已經營運了的 獨立的企業的數據 就是六個月的月結單 只要批到貸款 拿來做分店 作為分店的擴充 都是一個營運資金的用途 所以其實就是 只要有任何一間 他和一個老闆名下的公司 營運超過三年 而是有提供到六個月結單 就有機會借到五百萬 就有機會借到 但怎樣斷定是五百萬 四百萬 三百萬 在情況下 怎樣決定 這個是真的要計算的 銀行會看 客戶每個月的收入流水是多少 例如廠商 你買到多少個餐 一個月可以有多少錢 八通錢 現金錢 信用卡收費 例如你做到每個月 大概二百萬左右 在我們銀行就能借到五百萬 每個月的收入 每個月的收入 沒錯 這個純粹計算 還未計算一些評審的基準 可否再說一次 我不知道你有否計算錯 就是說 每個月 如果你的二百萬 營業法 是 就借到五百萬 沒錯 是這樣計算嗎 這條數 怎樣計算 我們會看六個月的平均 生意額有上有落 每個月不會一模一樣 只要六個月的平均 如果計算出來的數 是一個月的營業下二百萬 我們就可以借出最高五百萬的貸款 如果它營業法是一百萬 那就是二百十萬 就是二百十萬 沒錯 全中 但是它有些行頭利潤高一些 有些行頭利潤低一些 就怎樣都要分析 都要看 這個貸款的特別之處就是 我們只是看銀行的月結 但是至於背後 每個行業的利潤高低 其實我們前中後堂的同事 本身都有經驗 懂得去分析 也有行內的知識 所以我們就不再拿財務報表去計算 它那個盈利狀 盈利 或者那個叫做 Profit Margin 我們叫做 順利率或者無利率都不會計算 只是看月結單 這樣才做到快領政 明白 不如我們現在在這個中環街市 一邊走上去 一邊不斷說 今天很重要 大家要記住 三類型的貸款 就是零售貸款 餐飲貸款 和商業的貸款 因為你去街邊的店舖時 多數都是餐飲、零售、做生意、商業的貸款 以及三個字 大家法夢都記住 365 365 365 就是在說 三年的營運記錄 六個月的銀行月結單 up to 500 萬的借貸 無底壓的 全中 是無底壓的 不過我都 說一說 雖然是無底壓 但是背後有個很重要的機構支持 就是政府擔保 可以解釋一下 是否百分百擔保 百分之九十、八十 是甚麼擔保 你都很熟悉 是否不用還 這個說明是貸款 不是一個資助 所以是要還的 要有借有還的 百分百的擔保計劃 其實在今年的三月底 已經完結 不再接受申請 但是政府擔保的八九成 今天依然可以申請 而且去到2026年的三月 依然生效 所以中小企可以找大銀行 包括我們 去申請八九成擔保 八九成擔保 即是大家利是 他還不到 政府要揹八九成 當然最重要是他還得到 沒錯 是否借錢更重要 或者是非戰中介 總之借錢要還 借還是借 還得好才能借 還得好才能借 總之同一個道理 想不再講一講 你這個就是三六五 有沒有說是還款多久 你怎樣還法 我舉另一個例子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中標店 免得拍招牌 我又是這間店老闆 這間店老闆在這裏 其實名字叫做 Ken Watch 在這裏很多年 在這裏很多年 當在這裏做了十年 我現在老闆又來跟你說 老闆Ken又跟你說 Andy 我想借錢 那就是三六五計劃 我在這裏做了十年 即是說 起碼做了三年 夠資格 六個月營業額 月結單有 沒問題 我全部的數目都入了銀行 我每個月營業額 我賣一隻標都三十萬 每個月我買十隻 賺到三百萬來營業額 賺不賺錢 你讓我想好它 總之我每個月營業額 幾百萬 然後再說 六個月營業額 月結單有 借到五百萬 是否借到呢 你會否看我的標籍不值錢 是新標、舊標 或者看什麼呢 不會的 其實這個貸款結構 為什麼只是拿銀行月結單 因為我們用另類的角度 去估算到底這個企業 它的營運狀況、盈利狀況 或者可持續性 當然你要想再多角度的研究 你可以繼續拿文件 甚至乎拿些標籍做股價 拿它的存貨的單據 要拿的可以無限拿 拿多少都可以 但是換來的就是 時間慢、流程長 和中小企都忙 雙機也不等人 所以我們目標就是要簡單和快 才可以及時地幫到中小企 再了解一下 現在我入錢 你知道我老闆的錢 我未必能進行銀行 我自己私底下有很多現金交易 銀行月結單又不到的 銀行月結單 可能每個月都賣不到幾百萬 每個月只有幾萬元 即是月結單的銀碼不夠大 但是我告訴你我賺錢 但是我真的做了十年 但是我的數不進入銀行 我放在床底 會不會影響 怎樣影響你們的審批 絕對會 太難答 不要回答 我不知道 合理的 有些老闆的確會出現情況 有些現金摺在床底 是的 例如好像茶餐廳 街坊式的茶餐廳 他們真的還有些街坊在付現金 因為這一邊入數 另一邊賺錢 沒錯 可能下午 賣菜那個就送來交貨 那就順便收入條尾數 直至給現金 直至給現金不會入帳 沒錯 現金如果真的不入 在貸款的層面 我們真的無法知道 你真實的生意額是多少 即是被迫低估 其實有點像 跟個人看法一樣 如果你出糧 你沒有進入你的戶口 根本不知道你的糧 是出多利出少的 沒錯 可否再 你出來 不要緊 剛剛又有一個 再說一下 錶也好 當作我做一間電訊公司 不要說普通的買電話 不要說是連鎖店 普通的買電話 iPhone也好 Samsung也好 華為也好 我賣電話 和這個 中標 每隻三十萬 賣電話 這些二手電話 每隻兩千元都好 有沒有分別呢 產品上其實沒有分別 我們這個貸款 是百行百業的客戶 無論你什麼產品 什麼服務 都可以申請 總之又是 只要飛上市公司 就可以了 飛上市公司 總之又是365 總之你營運了三年 不一定在這裡營運了三年 總之這間公司營運了三年 沒錯 因為你可能有幾間分店 沒錯 這個新的分店也好 或者你搬過的也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總之就是你的公司營運了三年 據個例子 好像我們這個店 叫Edwin Watch 這間Edwin Watch 營運了三年 是公司名字營運了三年 之後搬過也好 開分店也好 沒有問題 但又再來 六個月的月結單 是公司的月結單 一定是個人名字的月結單 怎麼看呢 一定是公司的月結單 現在公司有三類 一類最普遍的就是有限公司 一定是公司的月結單 另外如果無限公司 包括個人經營 即是東主 或者是一些合夥經營 或者是合夥經營 Partnership 其實它也設立了公司 有一張BR 即是UnderBR名字 那間公司的收入 才可以申請商業貸款 明白 入了老婆戶口就不算 絕對不算 那就變成你老婆多了生日老婆 你想想做不做資人貸款 對 所以總之就是 三年營運的紀錄 六個月的月結單 總之是公司的 就可以借500萬了 可否再說一次 我營業把握 我這間做中標的 營業把握300萬 vs我營業把握只有30萬 對貸款有甚麼影響 如果沒有其他排除因素 其實真的是一個數學問題 300萬一個月 理應可以借到 600幾700萬 但因為我們貸款上是500 所以拿到最高額是500 基本上是乘二 乘二點幾 如果生意額是30萬 沒有其他因素 因素影響 就可以借到75萬 2.5 2.5 剛剛有沒有說錯 你的營業把握乘2.5 就差不多等於你的貸款額 就是可以批到的 象限的貸款額 可以subject到很多東西 subject到其他 有沒有負面因素 例如你也要看它的TU 即是看它的Credit Report 你也要看 其實不是這樣一個人破過殘 或者一個周星債 周星卡數不找 你不會這樣給它 沒錯 Erin 你說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個人信貸 老闆的個人信貸 因為有時老闆做生意 非常專注 但是未必會很關注自己個人信貸評級 所以如果他信貸評級 不是去到不合格的水平 其實做出貸款也會有影響 影響是什麼呢 可能會批評額少了 可能會批評出來的利息 因為風險高而提高 甚至乎最差的是貸款批不到 是的 所以我聽你說 無論你是賣中標珠寶 你是賣手機 你是開一間茶餐廳 其實又是365 就是三年總之你營運的紀錄 營運歷史就行了 不用紀錄 三年營運歷史 這間公司 六個月的銀行月結單 跟著這間公司的 還有借到500萬 而通常這個金額 就是你的營業額 大概2.5倍 每個月的營業額 大概 如果你每個月營業額是100萬 你就借到250萬 營業額是200萬 就借到500萬 上限 但如果你營業額只有30萬 就借到75萬 但當然有很多其他因素 當然 利息怎樣計算 以及怎樣還錢 還多久錢 好 還款期 我們有六期至六十期不等 Andy 我又來到這個消火店 好 那你營業額 其實來來去 我做營業額 我做茶餐廳 都是這樣借的 總之都是365 你會不會理會我的營業額 是100年老字號 還是三年新手制 其實都沒有關係 三年和三百年 都是申請條件 都是365 當然 歷史悠久的企業 在銀行的風險角度 背後會有些因素 會有些分數調整 但申請的資格 三年和三十年 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現實地 我猜 大家都會看到 好像這間很英俊 很英俊 叫做深井陳記燒鵝 不是幫他賣廣告 深井陳記燒鵝 又回不上門搜 如果我開一間燒鵝店 叫我Edwin&Andy的燒鵝店 我覺得生意就差一點 當然 雖然銀行的層面 都會評估一下風險 沒錯 但最主要是看回那三件事 營運了三年 是 六個月的月結單 是 還有借到五百萬 全中 全中 我們繼續說回利息 和還款期 還款期 是由六個月至六十個月不等的 分期每月清還的 不如我們先安全過馬路 先過馬路 這邊 走這邊 所以聽下去 感覺真的很容易借 所以 當然看回利息 和還款期 但不要介意我說 財務公司的利息當然高些 分分鐘月息一兩厘 分分鐘十幾厘二十厘 香港 香港的利息上限是四十八厘萬 每一年 在你們銀行的層面 說到利息多少 還款期是怎樣計的 OK 這些商業貸款是無底下的關係 我們會用月平息去計算 舉個例子 如果 以月平息一個月 0.4 這樣計算 一年就4.8% 以一百萬 例子 一年的利息開始就是四萬八千元 如果兩年的就成意 九萬六千元 如此類推 最長五年 但是要強調 實在我跟不及 我跟不及 你重複多次數字 我跟不及 沒問題 你再一次 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是一百萬的貸款 做一個分十二期環 利率是以月平息計算 如果每月0.4 一年乘十二 就是4.8 即是一百萬貸款 利息開支就是四萬八千元 但是以金冠哥的指引 實際年利率 即是年化了 是會大約去到9%左右 不過以利息開支計的確是四萬八千元 而且要留意 不同的銀行 會就著貸款 除了利息以外 都有機會有其他集合收費 例如行政費 開額費 或者重股費 諸如此類 賣個廣告 我們這個貸款 就無任何收費 只是純利息開支 一百萬一年就四萬八千元 沒有其他的 即是不禁止十三規 沒有的 每個月定額 定息 定時還錢 十二個月 貸款期完結 我重複一次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數字 總之當借一百萬 利息就是四萬八千元 每年 一年 分開十二個月還 總之如果你借三年 一百萬就是四萬八 四萬八 四萬八 這樣的利息 除了十二個月 三十六個月還 除了十六個月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很簡單 從一數叫做 annualized 的話 即是這個實質年利率 大概是9.0% 因為現實地 這是一個無底下貸款 沒錯 你和銀行的按揭不同 按揭 當然你有底下利息就會低很多 但今次的彈性大很多 所以實質上 總之就是平息 就是4.8厘 沒錯 那就分開十二個月也好 三十六個月也好 那是借多久 三年期還是多少年 最短是六個月 最長是六十個月 即五年 由六個月到六十個月 六十個月 那誰決定呢 客戶可以以早前選擇 是的 但在評審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在風險角度 太長 或者太短 對客人來說未必是好事 所以 跟金牙一樣 是有機會 未必跟到客人的需求 但一開始 客戶是可以要求 例如說 我可以要求申請四百五十萬 年期是四十八期 但最終銀行 是否會批足四百五十萬 成四十八呢 未必的 但這個是客戶的最理想 銀行當然會盡量批到 客戶想要的條款 你試一下 一邊走一邊說 你知道坊間 很多時候都說 銀行搞得來 都開了一張 收拾了 現在時間拖很久 可不可以說 通常時間性要搞多久 當Andy 我今天來申請 我真的文件齊了 所有你要的文件 我公司成立了這麼多年 我月結單給你了 所有的住址也好 所有證明也好 什麼都給你了 那要搞多久 其實如果零售 餐飲這些 他們本身的營運模式 就很簡單 加上我只是看六個月結單 所以如果是這類型的客戶 來申請 過幾星期就會出到結果 我想你循例也會派個人 去看看店鋪 不是循例 我們刻意安排專員 每一個貸款都會獨立跟進 無論你一個月做三十萬 一個月做三百萬的生意 我們都會找專業的客戶經理 全程獨家這樣跟進 好像七十一 我現在記了七十一 你知道七十一有很多franchise 當我是這間店鋪的franchise 我有 Andy 我又想問你借錢 又是那三六五 七十一 做超過三年 又是六個月的銀行貸款 銀行的月結單 因為做franchise 入帳很清晰 總之就是七十一 就借500萬 我這間店鋪 又要看這間七十一 每個月的銀行貸款 是多少 七十一也好 燒火店也好 中標也好 手機也好 茶餐廳也好 都是一樣 這裏你可得考我 七十一 你說得對 它是franchise franchise 本身屬於另類的營運模式 因為它要付一個franchise fee 另外每對議會議費 所以它跟franchise 查 和franchise C的關係很緊密 所以如果franchise 即是開分店那間 它要申請一個企業貸款 其實它不屬於獨立公司的企業 它是被理解為 整個Seven Group旗下的分公司 所以 反而這一種 就不能夠申請貸款 明白明白 總之 例子的時候 再聯絡 如果你真的有任何問題 這裏打了個電話號碼 就是Fusion Bank Hero和Kelvin 手電話都打在這裏 9663-8587 或者6068-8048 把你的案子直接來問 每個案子都有獨立的地方 沒錯 專人跟進 專人跟進 但咖啡店的 好像這間 沒問題 申請就簡單單 好 再繼續 Andy 憑你經驗 是否申請 申請就批 那怎樣 通常都會不會 不批有甚麼原因 一定有些死穴 不會單單批 不可能 財務公司都不單單批 沒錯 為甚麼通常死穴 死在哪裏 聽來很簡單 365 總之就是三年 營運了 六個月的月結單 up to 500萬 聽到很容易 但一定有人批 Hero和Kelvin 你說過365 的確是一個申請的門檻 但你說 不批的原因 我說幾個比較普遍 比較普遍 剛才說過 就是 老闆的個人信貸狀況和評級 因為其實 鍾小企 我們先走馬路 因為現在正在拍攝 我們要跟回規矩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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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位走 老闆的個人信貸 和公司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鍾小企 其實 老闆就是公司 公司就是老闆 所以如果老闆信貸評級不好 就直接影響公司 這是第一個常見的 第二 他招卡數 那就申請不到 分分鐘 分數會跌 跌到某個 不要說絕對 分數就是他個人評級 一定差 差到某個點不合格 就無法拍攝 會無法通過 對 我想不只是Fusion Bank 是所有的公司都 正確 其實信貸評級 不只是用中小企貸款 你申請一張信用卡 借一個私人貸款 申請按揭 車會任何信貸類型的產品 其實都會影響 所以一定要關注自己的 信貸評級 根本個都呼籲 我最近 我自己上去TU 最近 我下載了自己的信貸評級 別人教我 免費 一年好像可以做一次 一年一次 現在有兩間 你知道嗎 我一直以為我的信貸評級是A 原來變成B 你知道為什麼 我進去看一個單單的東西 原來我有一張卡 有一張銀行的信用卡 那些銀聯卡 經常幾塊錢 幾塊錢 我經常都沒有結帳 是否有年費 那些人 他寫了他的舊地址 所以深刻我收不到 我每次銀行打電話來 我才結帳 但每次我都延遲了 就是因為 你說幾十萬都值 就是幾百元 幾百元 幾百元 每次延遲的時候 搞到我的信貸程度 立即跌到B 我馬上插回去 銀行立即解禁了一張卡 我說以後 我不要你這張卡 你說幾十萬 你信貸評級跌下來都值得 差幾百元 我覺得說不通 不過是否真的要留意自己信貸評級 你這麼關注 其實絕對是好事 不過有另外跟你說 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 A grade B grade C grade 其實在銀行的角度 都是屬於優質的效果 我是A的 沒有理由 我是A加的 有要求是好事 說了B 我真的調戲激到 對 跟考試一樣 從銀行角度沒有分別 原來我不懂 不是太大分別 都是很優質的 拿到A,B,C三和合數 是嗎 OK 所以一個好事 所以你提醒過往不批 通常就是老闆信貸評級不行 還是有甚麼原因 商業信貸也是 這些企業多數都會有人支持 無論有大家沒有大家 所以公司的信貸狀況也是要關注的 總之個人層面 公司層面都千萬不要有拖欠 或者預期 我們叫overdue的情況 這個是第二個比較常見 第三個經驗常見 過不了審批的就是過度借貸 他們的企業本身舉債的額度太大 對比起現在的生意收入 為甚麼銀行這麼關注呢 因為我們見到 所有大中小型的生意也好 很多時無法經營下去 倒閉都是因為資金鏈斷裂的 舉債太多,槓桿太大 幾大的上市企業 國企都會倒閉 所以過度舉債銀行是會看得非常嚴謹的 所以如果公司本身過度舉債 或者個人過度舉債都會影響審批 絕對會 跟劉岡一樣 他要計壓力測試 你的賬目比例 包括總賬目 以及每個月需要公款的銀碼 都要做壓力測試 所以公款的銀碼 剛剛稍為有說了 總之借100萬 利息就是4.8厘 平息4.8厘 平息4.8厘 總之100萬 利息就是每一年4.8厘 正確 借最短6個月 最長大約5年時間 總之平息4.8厘 每一年每一百萬 就4.8厘去計算 然後回到這個檔口 我現在是這個檔口老闆 這個檔口老闆在這裡做了30年 我現在又問Andy你借錢 我是檔口仔 你借不借得到 借得到 365 沒錯 他營養夠三年 有銀行預結單 小販而已 銀碼借不到500 但也可以申請 重點就是 小販剛才我說過 你起碼有個商業登記 有個我們叫BRC 有註冊的商業登記 就合資格申請 還有任何銀行都可以申請 只要你有商業登記 總之有商業登記 因為香港總之 法例上你每年的營業 多於3萬元 你就要有商業登記 現在最新的數字 我不是很肯定 總之幾萬元以上你有商業登記 所以如果合法做生意 你有商業登記 無論你是一個小販 檔口仔 做一間茶餐廳 什麼中標珠寶 也好的時候 有限公司 無限公司 合夥公司 也好的時候 都可以的 全對 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檔口仔 又回到 我經常說 欣姐在這裡的時候 跟Andy說 三個年在這裡 沒問題 幾代在這裡做了 做了30年 六個月的銀行的預結單 給你了 如果他又跟你說 我收現金 流水帳 有些稅數 那也沒辦法 你要看預結單 如果他的現金 是有進入 他公司的帳戶 是可以計算的 因為我們都要理解 他本身的業務形式 是不是真的需要收現金 如果是合理地 他真的需要收現金 那現金 都可以計算 每月的資金收入 是的 這次又是 500萬 走上去再看看 所以 Nature 我不管你是一個 茶餐廳 燒火店 中標珠寶 賣電手機 也好 賣菜也好 賣雜貨也好 都是這樣計算的 沒錯 百行百業 你無論是賣東西 或者提供服務 工程 建樓 物流 其實 只要有六個月的月結單 營養足夠三年 我們一樣可以多借500萬 再一下 如果你到這個檔口 陳伯 他問你借錢 又是365 他跟你說 在這裡做了30年 又有六個月的月結單 因為做三年以上 就可以借 他想問你借500萬 他說營養足夠大 但問題是你一下去 他拉閘 那怎樣呢 這些怎樣計 拉閘是這一刻發生的事情 是否代表客戶 在整個月都沒有開閘 沒有做過生意 不一定 所以剛才我說過 專屬的客戶經理 他就可以去現場 堪測一下 了解一下客戶的營運狀況 當時真的沒有開閘 那就等半小時後回來再看 而且 其實他老闆一定 跟我們的客戶經理 本身已經聯繫了 最多約個時間出來 等他有開店的時候 再了解 什麼時候開店 為什麼上次來你下閘 原來他可以吃飯 剛好 在非食飯事 回來見到他開閘 那就證明到他真是營運 第二 客戶過去半年的銀行預結單 每日每個月都有流水進入 有現金留在戶口 如果不是真實營運 又怎會有收入 有現金結餘 所以用文件都可以理解 到底客戶是否真實營運 而不是看這一刻 他有沒有開閘 但當然這一刻又拉閘 之後又拉閘 永遠都拉閘 從銀行那裏 他的專人跟進都會寫拉閘 對 借錢都會比較難 沒錯 有個觀眾問 如果YC Chain本身借了百分百 還可否借你這個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很多老闆都會以為 申請了百分百 額已經用盡了 沒有額 沒有價錢 其實不是 百分百和八九成 兩個計劃是完全獨立 分開的 所以借完百分百 同樣可以拿到 申請八九成的貸款 但是 剛才我都說過 如果銀行評審 這些企業的貸款 壓力測試 或者借貸比例 高不高 百分百都會考慮在內 因為你的確是要還的 所以 可以申請八九成 但是 分數或者借貸比例 一定銀行都會考慮 一間沒有外債的公司 有沒有大概一個想法 可能會說 你借了多少錢外債 你就借不到這筆365 因為很難評估 好看很多 其實不是難評估 這是銀行審批的秘密 所以每間銀行各處各處 是不同的 所以我真的無法公開 這個封控部也不會跟我說 否則 我知道批格基準怎麼玩 我就著它來找 堆砌數字出來給它 那就有機會令到銀行 批了一些不應該批的貸款 所以 刻意不公開 明白 好繼續走 這裡大家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任何時間 請問 總之走一條街路 最實在 看看實際的例子 先回到365 基本上文件齊 所有資料都給你 大約一個星期內 搞定時間 過年兩個星期 就視乎我們當陣子好不好生意 多不多客人來申請 是啊 又看 好像 進來到這一步的時候 剛剛這個拉了一集 就說這個 興隆帳園 旁邊有一間叫做 上海三陽號 買大支牌 一看到這裡 起碼做了幾十年 又回到老闆 三陽號 楊哥 又過來跟你說 想借錢 是否這樣借錢 但是 會不會在這裡做 他做了60年 他今年80歲 借錢有否分別 有分別 有分別 甚麼年紀都可以來申請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無論是甚麼類型的銀行貸款 商業也好私人也好 如果貸款背後的擔保人 年齡又回到某個水平 其實會被定為幾高風險 這是參考 不是一個絕對性 一到某個稅數 就拒絕 不是的 參考一下一般 大概呢 其實業界 其實業界 在65歲以上的單薄人 那個風險就相對會高 即是難 可以理解為 批核貸款的難度 的確會高了 因為我在這個業界 企業融資做了18年 我很清楚 不同銀行 就著不同的風險位納 或者產品結構 有不同的設定 所以來到富庸銀行 Fusion Bank這裡 我們都就著這個老闆的年稅 彈性一點的處理 好像過去一個月 我們做了有其中的貸款 單薄人的年稅 是去到74歲 我們都批了給他 那隻還是一個500萬的貸款 但現在又回到這間店 這間店 叫做上海三陽號 楊仔出來擔保 大雜牌 老闆楊哥 楊仔 楊哥在這裡做的 二代出來擔保 但二代就在銀行做的 拔二代出來擔保 那是不是解決了問題 還是不行 一定要老闆擔保呢 公司的主要股東 一定要做擔保 沒錯 楊哥就算他90歲 他也是要做擔保的 90歲的人 願意做擔保 是不是代表銀行 願意接受他擔保呢 又不一定 我風險大 多謝你願意申請 但是我們拒絕 所以如果 有一個更加年輕的擔保人 對銀行 在風險管理來說 的確是好事 但剛才你講的例子 如果楊仔 他本身都不是經營的 這間公司 他本身有正職 他的專業不是營運 這一間 如果交了炮給楊仔 其實未必經營到下去 所以 又未必這樣說 撿完例 又是各處 鄉村 各處 不同銀行 可能的看法都不一樣 所以很難 不過這些例子 相對不太多 因為很多時候 太子爺都會回來幫忙 雖然有專業 所以道理上 如果楊哥年紀大 就是楊仔願意去擔保 總之可以幫忙 都可以 遇計數 沒錯 但如果完全 他在做其他事 從銀行角度 都會評估風險 沒錯 多角度 Jason Chow 說 公司什麼都沒有借過 請問有沒有什麼資料 需要提供 Jason Chow 我問你 沒有 我當作是三陽號 他做了60年 什麼都沒有借過 現在聽到這個365計劃 很棒 三年營運了 6個月的銀行月結單 約500萬 可以借到這麼棒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借 最短就是6個月 最長就是5年時間 找Andy 你 我公司從來沒有借過錢 有什麼要提供給你 一樣 無論你有借過錢 還是沒有借過錢 我們都是看你 最近6個月的預計單 沒錯 所以不需要額外準備文件 還有 如果有些深入的查詢問題 想知道的 可以獨立聯絡我們的 哪些兩位聯絡人 或者之後 後經理會全程跟進 有手來電話 問到你滿意 或者清楚為止 主力地找這兩位 Hero 36638587 或者Kevin 60688048 我把電話打在這裏 問他便知道全程 清楚 沒有錯 有否更進行 好 所以 總之來到這裏 看到 其實基礎本身 什麼生意都可以 沒錯 做生意 不管你是麵檔也好 水果檔也好 這裡 賣花的 麵檔也好 麵檔也好 燒我 也好 大排檔也好 都是這樣做 沒錯 有些像私人貸款 無論你做哪一行 你做政府工 你做幾個部隊 你做銀行 你做會計師 其實你都有收入 這個貸款結合這次 你這間公司只要有收入 我看你每個月的營業收入 你判定可以借出多少 去支持你公司的營運 拿來做營運資金 拿來營運資金 但是拿了那筆錢 是否一定要指定放在公司裏面 他拿筆錢去買跑車渣 可以嗎 有否指定用途 還是怎樣 我們會跟客人說明 這筆貸款是一定要用來放在公司 作營運用途 這是申請的時候 客人自行選擇 也同意了 而我們放筆錢給客人 也會在附庸開公司戶口 然後把筆錢放到公司戶口裏面 錢老實說真的沒有適應 我們已經給了他公司 那老闆最後怎樣調缽他的資金 這是他做生意的決定 做生意的性交易 沒錯 買一輛花拉尼要載客人 那跟盤生意都有關係 沒錯 也要接待 要接待客人 客人也會給你多些生意 沒錯 所以這個也很重要 繼續走一走 好 Andy 最後講完一大輪 你有甚麼特別要補充 聽下去的時候 真是不錯 除了你們Fusion Bank 這麼說中小企沒有煩惱 過了借錢這麼容易 又有三年營運時間 但如果舉個例子 我不夠營運三年就沒得借了 我真的開始了 我剛剛大學畢業出來 就沒有了 你這個計劃主要是給三年以上 為甚麼三年呢 有沒有甚麼原因 背後 有 你問了我兩個問題 先回答你為甚麼是三年 這個也是一個業界的一個公認的參考 成立三年以上才可以做些無低壓的貸款 因為無論香港也好 不同國家包括美國也做了一些 很多年的小企業營業的研究 他們發覺一間企業如果能夠生存活 超過三年的話 他們的倒閉率 或者叫死亡率 是低很多 即是捱得過三年 就有機會生存 高些 我們有另一個提案 叫危機一千日 你捱到一千日 之後應該會雨過天青 但三年真是一個分水嶺 如果你有機會看 中大 我曾經 很多年前 200多年 我和中大創業研究中心 出了本香港創業研究報告 你找吧 李根興 中大創業研究報告 你會看到 其實他把創業成功失敗 分水嶺 他畫在哪裏 他畫在三年半 三年半內倒閉 就叫做創業失敗 三年半後 我不管你甚麼原因 總之正在做的 就叫做成功 你不要跟我說 說賺不賺錢 總之正在做就叫成功 三年半以內的時候 無論你找一份工作也好 資金團鏈也好 上岸賣了一檔生意也好 總之三年半沒有做就沒有做 所以一般都是 成功與否 很多時用三年 中大就用三年半 分水嶺 分水嶺 但Fusion Bank 很多時其他就用三年 基本上就是三年 所以一個都三年很重要 三年是一個公眾認受的參考指標 各大銀行 第二個問題 如果我真的做了兩年半生 那就站在那裡 不是等半年 兩年半就等多半年 明白 但生意不等人 所以其實我們有另一款貸款 名字叫初創泰 噱頭叫162 甚麼意思呢 成立營運夠一年 都是提供六個月結單 上限借200萬港幣 俗稱162 是 是 這個也是挺寬鬆的 一個入場門檻 來的 就是 付一些中小企 付一些初創的中小企 或者一個老闆 他做開A公司 然後開B公司 A公司就 照形規 可以 但B公司真的做了兩年 B公司 看外面是坊間比較難借 那我們162這個產品 就可以幫到 重複一次 162代表甚麼 成立了一年 一年以上 沒錯 一年以上 之後又是六個月的月結單 沒錯 第二就是 200萬 沒錯 今下就小一點 風險高一點 沒錯 另外Ru Leung Ho 我們站在餐廳面前 你的車仔面 餐飲業可否借到錢 我看未必得 我想他未看上半拍 你親自回答Ru Leung Ho 又怎樣 餐飲業借到嗎 可以還是不可以 跟行業無關 我們絕無其事 再一次強調 百行百業 餐飲零售 物流 工程建築 全部都可以申請 只需要你連運了三年 有六個月的月結單 我們就會接受你申請 好 最後Andy 有沒有跟大家最後終告 申請這個貸款 要留意甚麼東西 盡快代到錢落袋 當然 借錢當然要還 總之 要還錢 按你自己的能力 有甚麼最後終告 可以周轉 我只是想說一句 讓你說了 借錢當然要還給錢 那一件事 開玩笑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今時今日中小企營商 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都在一起捱 但始終銀行用資 這些方面都是專業的 所以我覺得 各位老闆 如果你們心中有想法 需要多些流動現金 不妨向你身邊的銀行朋友 多些去了解 其實我相信各大銀行 在金管局的呼籲下 政府支持下 都真的會盡力去幫中小企 當然我們富融銀行都是 雖然我們比較新 但我們是騰訊 騰訊領頭 騰訊投資的銀行 公民亞洲 港交所 再加上高領資本 新世界 所有這些全部投資 沒錯 所以我們有心想支持中小企 所以獲得這麼多 巨型的投資者來投我們 我們的前中後台團隊 都是這個行業 做了很多年 很有專業 所以有興趣了解 怎樣可以拿到資金 不妨打給我們富融銀行 好 最後重複多次 365代表甚麼 成立三年 提供六個月月結單 最多借500萬 好 最先記住 零售貸款 餐飲貸款 商業貸款 記住找富融銀行 Fusion Bank Andy Lilla 喂 這麼棒 買一份商業貸款 你現在聽聽 你不用說了 謝謝 拜拜 拜拜